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異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智慧 歡迎你們再次來到全民心攻略 這個想太多的時候 最討厭別人叫你放輕鬆 為什麼討厭呢 因為叫你放輕鬆 好像是要你再追加一個目的 追加一個目標 追加一個任務 這時候我們只需要深呼吸 然後長吐一口氣 讓血液能夠流回到 你的末少神經 這時候就有助於安定心神 好 放鬆不是要你放棄 而是要放下壓力 今天你們應該要曉得就是 鬆下來之後的人 細節會看得更清楚 看得很多的細節 可以讓你的力量更強大 今天我們期待了很多 放輕鬆的達人 教師長跟我們分享 他們如何放鬆的 來 歡迎大家 第一位為你介紹的是 料理放輕鬆的達人 奕萱 嗨 第二位 雞肉放輕鬆達人 蔡宗憲 第三位 導覽放輕鬆的行程師 對 專家阿神電動 顏值 療癒 輕鬆達人 周秀蘭 演技讓你放鬆的達人 張耀仁 好人 歡心的達人 張可云 好 來 周秀蘭跟張耀仁 宣傳這個戲 是吧 那今年是這個白鮮勇老師 念子的四十週年紀念 所以我們也選在二零二年 舞台劇版 對 第二次的舞台劇版 那我飾演的是以前 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 電視版的 妥中華的角色 龍子 OK 我演的是李青 是當年范子偉演的角色 范子偉 對 OK 然後我們的演出時間呢 會是先在高雄 魏武營三月二十一到三月二十二 對 然後三月二十八到二十九 在台中 然後五月十五號到十七號 在台北國家戲劇院 現在已經開放了一個預購了 在獎金院收票系統 兩位對手戲必然不少 加油 OK 謝謝 謝謝陳哥 好 那個蔡宗憲今天呢 有一本很特別的書名叫做 就是運動機內校貼紮 什麼叫做運動機內校 就是說大家可以在奧運啊 等等的比賽裡面看到 很多運動的選手身上 會貼滿一些紅色 藍色的 一些運動貼物 標新立義 對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 並不是只有單純 就顯現它的運動能力而已 更重要的事情 它確實是透過一些彈 然後幫助我們的一些運動選手 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運動的能力 真的假的 對 所以其實這個貼布呢 有貼有差就是 有有差 其實它已經在台灣 至少應該有二三十年以上的時間了 OK 對 所以運動 游泳啊 重訓啊 等等都在這個裡面 非常好 買回去好好研究 研究 好 非常好 謝謝 沒有來過大家聽一下 本館最高層級研究員 蔡上皇女士 她的菱形小叮鈴 來 對 在寶藏的生活當中 放緩步調 放鬆心情很重要 可是來到我們的新攻略呢 如果你放太鬆的話 可能就準備要當豬頭囉 所以在這個在聯想庭的部分 我們要建議大家 一有想法 馬上要搶 因為我們大概呢 只有五十%的機率 可以進到 九宮格攻略賽 等於就有三到四個人喔 那進入到攻略賽之後呢 除了如果你答對越多題 就一萬 三萬 五萬 十萬的大獎 沒有送給大家之外呢 更有機會可以一虧 我們為你量身打造的 客製化T庫 你才能夠解鎖你的專屬T庫 所以一定要好好努力加油了 我們再把時間 交給聽他說話 就覺得超放鬆的曾館長 太好了 來 資格再準備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第二個提示 請看十秒 恰圖恰士吉 馬哈納空 一看應該就是一個 來 答案幾個字 兩個字啊 在台灣嗎 我在 那某個什麼 某個都市 是講都市還是國家 好的 某個都市的名字 兩個字 第三個提示 請看 來 博佛士 那個兩個字 那個怪 不是那個嗎 博佛士怎麼說 是 曼谷嗎 曼谷 答對沒有 恭喜答對 答對 好厲害 好厲害 來 逸宣的 九龍格攻略賽請就位 陳逸宣同學 不打英文細別 本身是一個 因為女人喜歡包包 所以索性她是一個 包包的設計師 近期開始了 對 好了 今天呢 我們五分鐘的答題 我相信這是 你一直以來最期待的 對啊 第一個站出來 時間是最優渥的 好好運用 隨性答 看一下我們的夢幻大獎 請你開門 一萬元準備了 一萬元的港上遊戲機 有一個非常精采的 無限的卡拉OK設備 非常好用的造型行李箱 以及微電腦的跑步機 跑步機也好耶 平一下 量身打造的第二套題目 來 請公布 五分鐘 你要面對的題目分別有 五 南非母親職務 因為跟爸爸一塊 公務的工作關係 所以在南非 住了很長的時間 女人四十一支花 就是你 你這朵花可厲害了 夢幻包款黑歷史 你正在做包包的設計 電影迷性格特質 及愛看電影 可以一整天 耗在電影台裡面 對 台灣熱門YouTuber 好不好 YouTuber 是你這樣 YouTuber 法式甜點心頭好啊你 善於烘焙 而且有西餐餅級塑造 小熊維尼熱愛中 正在培養了新的興趣 一直都愛 一直都愛 神秘深紫色 你喜歡的就是紫色 都跟你有直接的關係 從哪裡開始 吃個甜點好了 法式甜點心頭好 法式甜點心頭好 請出題 根據CAPLE大數據 關鍵引擎統計 台灣人最愛的法式甜點 第一名是 A 馬卡龍 B 檸檬塔 C 閃電泡芙 哇 這個有點難喔 我想一下喔 小心喔 好題目 我的答案是 C好了 請鎖定 為什麼不選檸檬塔 檸檬塔因為很多人怕酸 女生很喜歡酸不是嗎 還是有很多人怕酸 所以檸檬塔是很兩極的 一個東西 然後馬卡龍又過甜 所以也是一個兩極的東西 愛的人就會非常的愛 所以我覺得泡芙 閃電泡芙是最平易近人 就大人小孩都會喜歡的 然後你在想就是 有些什麼那種超市啊 美食街 就一定會都在賣 也許是日式泡芙 不見是法式 但就是泡芙 有夾心的感覺 閃電兩個字的差別而已 閃電泡芙 專門是法式的那種 長的形狀是長型的 閃電泡芙 請揭曉 應該對了 對嗎 終於重一點 第二題 電影迷 請出題 出題 根據調查喜歡看奇幻電影的人 通常都有什麼性格特質 A 大方的性格 B 悶騷的性格 C 好奇的性格 這個也很難喔 奇幻電就是比例像 哈利波特那一類都是 哈利波特算奇幻電影 算啊 那種都算啊 我覺得應該是 四分十秒 答案是B好了 請鎖定 那除了B還有什麼 考慮哪一個 C啦 B跟C 我也是 對 因為一開始我會想說是 C 因為充滿好奇心 就會喜歡這種 就是有點那種 Fantastic的那種 劇情那種 那種感覺 但是好像我又覺得 因為你個性悶騷 所以你才在 就是這種奇幻電影中 去抒發你的那種 各種的幻想 我在想 我跟你講 我也是B是在學 這個還滿難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蠻難決定耶 覺得他答 才一個 坐下 你也是舉C對不對 是 因為我覺得悶騷 不可能 為什麼 來 你們兩位 因為我覺得 通常看奇幻電影 譬如說哈利波特好 我們就是會喜歡 拿那個魔杖在那邊模仿 那悶騷的人 可能就畢數 在做這件事 我覺得 會把自己投入在 那個角色裡面 你怎麼了 好 你怎麼了 好像暴雨 自己這樣唸 太長 太早起床了是不是 好 好題目 這個滿不容易的 希望你答對 好 來 切腳 好厲害喔 好強喔 好強耶 是 恭喜四位全部淘汰 好 好 通常性格比較大方的人 喜歡看的是喜劇片 所以他們表現出來的 都很外顯 非常的外放 那如果性格喜歡 好奇心的人呢 其實他們會喜歡看的是 懸疑片 諜戰片 讓他們可以稍微 去做一些想像喔 那當中 如果你的性格 比較悶騷的人 通常會喜歡看 喜歡的電影 特別是在這個奇幻片的部分 其實是內向的人 他們的想像力 會比外向的人 更加的奔放 他們會更有冒險的點心 一萬再上個奔 那就 因為我現在年長了嘛 所以我就學女人 好 請出題 三分五十秒 我的答案是C好了 又是好了 C 為什麼不猜別的猜妝 我本來是在想B或C 又來了 對 但是我又想說 那會不會就是 它會不會就是一朵花呢 不是啦 我覺得沒那麼蠢 就是一朵大黃花在頭上 這樣子嘛 為什麼要戴頭這樣 要不要戴哪 一種飾品 可是飾品的話我會覺得 那個 古時候未嫁的女生 就是姑娘們 她們幾乎沒戴什麼飾品啊 就是很素 很素啊 黃花大規有時候幾乎不上妝啦 然後那個結婚以後 她們就會開始 像宮廷居也是 她們婚前婚後以後 都會那個妝容都完全不一樣 這一種妝容 黃花組的是妝容嗎 來 請就講 黃花 太難了 那是什麼 這次答案非常直觀 就是一種花 那是什麼花 什麼 黃花大閨女啊 這個黃花說的就是菊花 為什麼啊 因為菊花呢 它非常的傲雙奈涵 所以這代表著 我們一個人的結操 所以它在中國呢 其實代表的是一種結花 一個女生還沒有出嫁之前 當然要手貞結 所以也用菊花來形容這些 代字歸重的女孩 菊花做到我們的優惠耶 對啊 不同的部位 不是嗎 非常的可惜 下一回合這個賽來 第二輪資格賽準備 第一個提示請看 整腹 第二個提示再開始怎麼樣 推拿 推拿 要你猜的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跟 整腹推拿 然後你再接按摩是吧 應該是想要提按摩的人 整腹的人通常會按摩 但是會按摩的人 不一定會整腹 按摩答對沒有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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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簡單 那兩次 怎麼會耶 我以為幾座側彎耶 來 蔡宗憲的 九龍哥攻略賽 請就位 蔡宗憲同學 台灣大學物理治療學系 及研究所塑使 你知道他 雖然不到40 他已經有三個小孩了 是 棒很棒 物理治療得很棒 很成就耶 他真的很有成就耶 對啊 他念書各種領域都很棒耶 然後個人就很開朗 然後又聰明 好 利用你呢 跟大家來分析 我們來猜拒一下這個人 好特別的一個人 蔡宗憲 四分鐘 談並列的題目請公布 準備有 激烈笑貼布 這已經出了專屬來討論它了 新巴巴Logo 你喜歡收集城市杯 好 待會兒再跟我們分享 夫妻小酌 這是他們兩夫妻 共同的愛好 荷蘭方塊屋 就在荷蘭你住過 美國素食新科技 你非常喜歡美國的食物 名人式肉同好 你很喜歡吃牛排 有一點無可救藥的喜愛 是便秘歷史 這個是你喜歡各種醫學歷史 這是必然要研究的 追陸據術語 他覺得我會追陸據 術語懂不懂不曉得 但你愛追陸據 來 我們從哪裡開始 因為 很愛太太嘛 所以我想 可能我們就先從 夫妻小酌 請助力 根據國外研究 夫妻常一期小酌 將會有什麼影響 A 提升受孕的機率 B 降低離婚的機率 C 減少外遇的機率 都可能啊 好 我覺得到了 我本來以為這個題目 應該是要問9 結果不是 都有可能喔 小心喔 我的答案 三分三十秒 我的答案應該是 B吧 B 聽說力 為什麼你選的B 因為我覺得我跟我太太的 感情關係 維持得不錯的方法 有一個很大的部分就是 當我們有些爭執的時候 我們會坐下來喝喝酒 然後喝酒也會讓你很放鬆 你會去把這些事情撩開 可是有爭執的時候 再加上酒精的催化 你不覺得 嗓門會越來越大喝 會打起來 絕對是小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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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大喝 大喝應該我看會完蛋 對 認為他答對的舉手 夫妻小酌會有的影響就是 降低離婚的機率 沒人理我 沒有 認為是 提高受孕機率的舉手 我 這樣有好多人 兩個 認為減少外遇的 兩個 妳呢 A 提升受孕的機率 你不覺得太直接了嗎 沒有用性啊 而且是專屬 對啊 專屬她的題目嘛 你看她年紀輕輕生三個 對 那不就是 對 我猜最強 你不就是個例子 你生三個 難道不是因為酒精的方式嗎 我們不是在酒精的狀態 之下 厲害 好殘忍喔 這個我們就不深究了 是 但是最起碼現場有三位認為 提高了受孕的機率 來 剛剛選擇事業舉手 張耀仁跟申東 來 三位呢 我覺得 因為喝一杯酒之後 感覺兩個人就會聊很多事情 然後聊開了之後 聊心事啊 聊平常不順遂的事情 感覺就會更了解彼此 外遇就是因為你很多心事 不跟家人人說 不跟整片人說 你只跟外面人說 對 對不對 我有些話真的沒辦法說 開不了口 但我一找到他 我什麼都想讓你知道 對 來吧 講 講啊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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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揭曉 不是B就是C啦 這樣便利會被破 因為它不是B就是C 痴酒會亂性 但是小酌可以移情 所以在這個紐西蘭的 調查報告裡面告訴大家 他們調查了一千五百對的 夫妻發現 當這個夫妻呢 他們有共酌共飲的習慣的時候 其實女生的幸福感 就會大大的增加的 而且比起不一起喝酒的夫妻來說 幸福感大概增加了四倍 他們離婚的機率也大大的下降 不過當然我們也不是鼓勵大家 夫妻一定要在一起喝酒 因為它的這個 跟幸福指數 跟它的喝酒的這個多寡 其實沒有那麼的正相關性啦 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說 兩個人可以一起 有共同的興趣 做一樣喜歡的事情 是能夠增進夫妻感情的 這個真的很有幫助 但我跟我老婆你看 我們感情算不錯 就是因為你看 一個禮拜 跟另外 每個禮拜都跟另外一半 一起喝酒 我們 我們才不喝 我們 小說 效果不錯 來 第二題 既然剛剛提到追錄劇 那我們來看一下追錄劇 來追追看是不是 來追追看 我們就來追追看 追錄劇術語 來 請處理 用串流平台追錄劇時 常會出現高光時刻的字樣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A 幕後花絮 B 精彩片段 C 廣告宣傳 高光時刻 這應該比較新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新的名詞吧 對 武裝劇好像比較少看到高光時刻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三分鐘 是 時刻 精彩片段 B 請處理 憲哥 你覺得幕後花絮 和精彩片段 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 有一點點 以屬性來說 對 有一點點 對不對 對我來說啦 感覺上 落差最大的就是廣告宣傳 對 合不合理 合理 我不知道答案 但是我猜不會這樣猜 這就是推銷 對 答題邏輯 這是第二題是不是 那還好不會太難過 只在第三題就尷尬了 對不對 請進行 好強喔 我其實不知道怎麼答對 不過我看到時刻兩個字 覺得好像跟一個 高光 因為他們直翻的 高光就是highlight 來 找個最有把握的 第三題 愛吃嗎 我覺得選素食好了 美國素食性科技 請處理 人造肉是近年來 最熱門的話題性食品 請問美國哪一間素食店 最早開始販賣人 造肉 A漢堡王 B肯德基 C賣當勞 這其實我之前有聽過 但不太有印象 兩分三十秒 我的答案是 A 請處理 你到現在的年近四十了 還是很愛吃漢堡 還滿喜歡的 你是在台灣喜歡吃 還是在美國喜歡吃 其實在美國喜歡吃 你不覺得他熱量很高 很高啊 所以才會一直都受不下來 對 我們共勉 我先加油 漢堡王 請介紹 還不錯 還不錯 好厲害喔 第四題 自便秘歷史 請處理 吃地瓜 吃地瓜可以幫助排便 歷史上哪一位皇帝也是靠著吃地瓜 而解決了便秘的問題 誰知道 全世祖忽必烈 B明太祖朱元征 C清朝乾隆皇帝 還接著 這個朝代有一個 真的 元氏祖 明太祖 我的答案是 C C乾隆 請鎖定 為什麼是乾隆 因為我總覺得前兩個人 好像應該都算是 滿常吃到地瓜的人 所以應該不太會有什麼病 不覺得元朝吃肉比較多嗎 可是他們可能都在 草原上騎馬 然後可能也會有一些 在草原上 馬上就會取得一些食物 感覺上好像 C的這一個人是 比較長時間都在吃一些 精緻的東西 清朝吃得比較精緻 可能 元朝吃得很粗獷 至少在乾隆那個時期 應該是很精緻的食物 阿滋 來 請揭曉 好 其實這也是一個 誤打誤撞的故事 在乾隆年間 有一個小太監 有一天他就丟了幾個地瓜 到大灶裡頭 用他的餘溫在那裡烤 結果乾隆皇帝經過的時候 聞到這個味道覺得好香喔 就把這個小太監叫來說 你在煮什麼東西啊 小太監就把這個烤好的地瓜 盛了幾支給乾隆皇帝吃 結果沒有想到乾隆其實平常 他有便祕的毛病 吃了之後呢 居然就通暢了 所以後來呢 他也很愛吃地瓜 可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地瓜是便祕 也是要分時間吃的 比如說呢 你中午的時間吃對我們是最好 也不要空腹吃 最好搭配著蔬菜啊 水果啊 跟蛋白之類的東西 都能夠比較達到這樣的功效 一次不要吃太多 否則很容易會放臭屁喔 好 來 第五題 我選名人 名人 四肉桶 好 他就說要兩條線呢 對 他現在 他要包一線 他這個不是連線的概念 他就是貪屍蛇那個 強迫的陣子 好 名人 四肉桶 請出力 哪一位清朝民官用餐的時候 幾乎不吃米飯只吃肉 A 和聲 B 季曉蘭 C 李鴻章 好 題目 我的答案是 B 好 B 季曉蘭 請出力 來 怎麼猜的 真難 因為 我覺得 因為A是史上有名的貪官嘛 對吧 然後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他應該是 就是大 都是吃很多肉的這種 可是我就覺得 這個題目應該不可能 真的這樣出 就跟我剛剛的邏輯一樣 我覺得太直觀了 對 那我覺得李鴻章 應該是忙到沒有時間 吃飯的那一個人吧 所以不要說吃米飯吃肉 他搞不好 不太吃東西的 你是這樣猜的 對 所以刪去法 留下的季曉蘭 是吧 好的選擇 那請你解決 我是季曉蘭 好棒 大家想到季曉蘭呢 都是想到鐵齒銅牙的形象 但事實上呢 季曉蘭生平有三大愛好 第一個 她很愛抽菸 所以大家叫她 季大菸袋 第二個就是她 愛吃肉 而且她吃肉吃到什麼地步呢 她一天要吃 數十斤的肉 而且是吃非常非常多 但是完全不吃半粒米 所以也有人說 季曉蘭她事實上是 喉金轉世 而第三大的愛好呢 就是她 好女色 而且她好女色到什麼樣的程度 她到八十二歲 都還可以 日欲數女 甚至她在這個皇宮裡頭呢 編展 四庫全書的時候呢 因為實在太忙碌了 很久沒有回家 結果皇帝看到她的時候呢 覺得她兩眼通紅 面紅耳赤的樣子 就問她說你怎麼了 她就說實在是太久沒有回家 跟老婆親熱 所以甚至皇帝還派了兩個宮女 奉命她納竊 才能夠繼續好好的編 四庫全書 所以她也算是一個 非常經典的人物 三萬在巷子口了 不要一直讓人家覺得 我好像在玩看是什麼 星巴巴LOGO 星巴巴LOGO 來 切以副定 星巴克美人魚商標為人熟知 請問在希臘神話故事當中 這列尾人魚是代表什麼 A 純真和善良 B 高貴和氣質 C 情欲和貪婪 我的答案是 A A 你鎖定 你應該去過西雅圖 它的總店吧 我唯一還沒有去過 就是西雅圖的總店 我很想去 碼頭邊那一間 你一定要去 對 你就會看到它最早的LOGO 最早的LOGO 對 你知道最早LOGO 長什麼樣子嗎 它是一個雙尾 對 因為現在看到的都是一個單尾的人魚 它是一個雙尾人魚的 一個形狀 除了雙尾人魚之外 有露捏捏 胸部 後來頭髮再遮下來了 是 所以那個捏捏 你不會覺得 很情欲嗎 現在提到了我就想到了 對 但是當下的時候是沒有想到這麼多 總覺得應該 我們會把一杯好的咖啡 放上一個 我們自己覺得 希望大家一直喝的商標嘛 你覺得應該是很純真跟善 張可怡妳選什麼 情欲和貪婪 因為那個時候才會雙尾 現在會單尾就是表示 因為現在的美人魚才不會劈腿 它以前的就兩個 然後就像妳講 它真的是 胸部然後頭髮蓋下來 然後就以前的美人魚長得比較 就是妖艷 美人魚不會劈腿 對啊 它就 一條 謝謝我沒有問題了 請揭曉 好啊 這男子呢 這個人魚呢 它其實就是賽刃女妖 那它在希臘神話當中呢 的確代表著情侶貪婪的一個角色 那它透露一隻戰之後呢 英雄他們要起航 回到自己的國家 這個時候女巫就告訴他 如果在船上呢 你為了要避免被賽刃女妖 給吸引的話 可以用手趕快把自己 把在船圍上 因為這些人魚 他們會用歌聲來引誘你 但是如果你一旦被引誘 就再也回不了家鄉 那為什麼星巴克 要用這種女妖 來當作自己的Logo呢 因為他們希望帶給大家的感受是 你喝了星巴克的咖啡 就像是被這個 妖女的聲音給迷惑了 你會一直想要再來 不斷地想喝 就是完全被星巴克的這個毒 給深深吸引 就送一個好東西 來 送給他什麼 我們要送給蔡忠賢的是 台灣康貝CFS 是嬰兒退車 這個單手一件 可以變換出三種模式 輕鬆移動好收納 培靈大輪滑順好推動 西區的路面也不會卡輪喔 還有高景觀的座椅 遠離地熱灰塵 讓寶寶可以輕鬆的互動 餵飯也不用歪腰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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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忙進曬黑的這個賽 來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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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可原先沒什麼鬥志 今天啊 我很有鬥志的 有嗎 有 你也只兩個要上一個吧 好 因為那個什麼那個 沈振東已經上了 上過了 還上次來玩過 讓他當一隻豬頭 好不好 不要 很堪 不要 猶不得你 來 第一個提示 請看 冷 冷什麼 什麼冷 它可能是關鍵字的概念 小心喔 最大公約數 第二個提示再看 什麼冷 No 這張要人的答案是 冷跟No這兩個提示 你想到是 我就是很直覺的猜 姐 剛剛的經驗 感覺下來 因為很冷嘛 然後冷的時候 比較熱鬧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聖誕節 請揭曉 冷跟鬧想到聖誕節 可以搶嗎 可能覺得有在鬧是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有沒有想過鬼 你不等我講說提示有幾個字嘛 好 來 不是 可是按了就要講 因為你是來過的 你不能不知道 冷笑話 冷笑話跟鬧什麼關係 就是鬧 因為冷笑話就是 內容差不多鬧 胡鬧 胡鬧 瞎鬧 你知道 可是就是一個 冷笑話短短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 冷笑話 冷笑話 答對了嗎 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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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字 答案是 第三個題字搞不好就有了 好 請看 第三個題字 玩 一個字 一個字 怎麼 我們還可以嗎 沒有 答案是 兩個字 來請說 來 來 玩笑答對沒有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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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滿難的 好了 你輕鬆不要按了 就剩下你一個了 最後一個提示請看 好爽喔 看笑話 看笑話 冷笑話 鬧笑話 玩笑話 看笑話三個字呢 就是笑話 冷笑話 看笑話 鬧笑話 所以答案是 笑話 兩個字 笑話答對沒有 恭喜 怎麼有人這樣啊 所以我是被你 我們都被你誤導了 不是 我真的 你會不會就笑話好了 前面應該是打玩笑 好煩喔 漂亮 很機車 來進行神正東的 九龍和公里賽 請就位 五 五 沈正東同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成人教育研究所 好了 這是你的第二次再來 我相信 剛才有一點點運氣 對不對 對 誰知道一路都搶錯了 我會幫他們宣傳 你會幫他們宣傳 我會幫他們宣傳 讚 不好意思 這孽子啊 謝謝 謝謝 他們今天演的不是你演的 是敗家 張耀元跟周孝安這兩個 其實你應該去踏青的 你們來這幹嘛 外面天氣多好你知道嗎 太訓了 加油 來 請出示他的提醒 我們為你準備的第二套 量身打造的題目 小學生數學題 你的數學很擅長 也在小學當過老師 對 炒米粉拉票學 講得跟炒米粉沒有關 而跟你的選區有關 你是台南的中西區 跟北區的選區 是 校園闖紅燈 其實校園安全 是你最在乎的議題 羽球快球速 曾經打過羽球 是 不知道有沒有打到校隊 就不曉得了 沒有 台語博感情 它是你的母語 講得很好 由日本吃抹茶 你是抹茶控 也愛玩日本 市場櫻仔 起庭櫻仔 就是你 最愛手搖飲 你每天兩杯 太可怕了 好怕 所以剛剛你不站起來 其實我不知道你的個頭 你下半身挺粗壯的 是 剛好這個台子可以擋住 剛好 剛好可以擋 來 從哪邊開始 我要 炒米粉拉票學 來 請出題 是我 我的答案是 請鎖定 這麼簡單 應該是吧 因為其實除了炒米粉之外 有一些人也會發滷麵 然後 象徵炒熱選情 那那個炒應該重點是在炒嘛 可是乳麵就沒有炒 那業者炒做的話 我相信業者應該是 可以用很多元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感受得到 不同的造勢場 有不同的東西 那米粉它的食材 一盤可能就 一二二三十 二十幾塊 可能還不會到 匯選的一個 的一個 的一個價錢 大概多少錢以上叫匯選 三十 有明昏規定是不是 對 有 三十以上是匯選 是 我長知識了 我今天才知道 那很容易超過 是今天才知道的幾種 不是 不是吧 三十好少喔 你也 我知道 你早就知道 我們都今天才知道 三十以上叫匯選 就是單一次啦 不是說累積 例如說我拿了二十包的念紙 跟我說你匯選這樣 不是 是這樣就是 單一次 對 食材 不然你這樣講 我剛剛學的你選得很荒謬 後來這樣一講就合理了 其實主要來造勢場合 是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們政治人物的一個 證監跟想法啦 對 炒米粉是希望 優惠喔 對不對 別人聽到有會餓啊 對不對 你那邊滔滔不絕 講不聽我會餓啊 是不是 你隨時都在餓 聽你說我沒人家 這樣 你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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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已經被淘汰了 的確就是為了要避免 踩到匯選的底線 因為前法務部長陳定南 訂下了三十元以上 就算匯選的規定 所以呢 有很多的這個選舉候選人啊 他們到這個造勢場合 就覺得非常困擾 畢竟這麼多支持群眾來到現場 如果我不給人家吃點東西啊 不派車去接人家過來的話 其實還是滿麻煩的 不過其實呢 現在呢這個炒米粉 也變成選舉場合當中 異樣的人情味 因為呢這個一大大鍋炒 然後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吃不完的話 還可以讓選民打包回家 還有一些貢丸湯啊 酸菜鴨湯啊 所以也讓這個選情越炒越熱 心裡面也越來越溫暖 第二題是覺得 小學生數學題 小學生數學題請示例 五十八嘛 然後四X加二Y等於五十八 五十八 所以四倍的 應該是 四一嗎 二元四 二元二次方正式 快喔 一分四十秒 十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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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確定 有沒有確定 有確定 請搜尋 十一支 三支 五十 五十 這是二零二次對不對 這二零二次方正式對不對 有沒有比 對 S加Y等於十八 對不對 二十加四Y等於五十八 二十加四Y等於五十八 十四 你直接套進去 你們有沒有算數答案沒有 應該是C 對 應該C啊 直接套進去算算看 壓七支的話是十四 對不對 十四支角 對 那十一支都要四十四 四四加四十四 剛才五十八 五十八 好 用 驗證的 是 是對的 張藥人不錯 才藝大 肥藝大 肥藝大 對 恭喜答對了 來 直接講 套一支就對了 剛才我看到那個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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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鄉親很喜歡看全明星攻略 上次台灣第一路 被笑到現在 台灣第一路什麼意思啊 就是上次的考題 然後台灣第一路是補前路 還是綜藝路 還是那個民權路 然後大家就一直狂誤我 在進 在我們在跑行程的時候 大家都說 沈沈東台灣第一條路 哪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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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權路 民權路 哪一條路 還不要 超丟的 而且我記得你講說 這條路跟人家很近 對 超近 而且是最近 綜藝路民權路跟 五千路民權路 就是我最近 對 小學生的數學題 如果要你用心算算 可能還是有一點困難喔 不過基本上呢 它就是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們就x加y是十八 2x加4y是五十八 去解出來呢 x的話是七 那y就是用十八去減七 當然就是十一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題目裡頭 一共有十一隻豬 數學好辛苦喔 我現在頭有點暈了 一萬在巷子口了 來 第三題 起零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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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就針對這個處理 來 請 請問哪一個市場 因為早年 專賣早市剩餘的貨品 又被稱作是 垃圾市仔 A 台南亞某寮市場 B 高雄武廟市場 C 台北市東市場 我的入處答案是 B 高雄武廟市場 你是猜的嗎 我有 我BC在猜 因為台南 阿某寮市場 也是北區嘛 它裡面有賣一個叫 那可是 它零陰屋市場 真的非常多人 然後東西都很容易就是 賣得很乾淨 你的那個麵 是不是用碳的對不對 對 碳火麵 去過了 不要帶 請一下 嗚呼 又被稱為是 拉薩奇亞的武廟市場呢 其實它是在七十五年 就已經開始搭棚移建了 那麼在這個地方 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 因為它專賣在早市的時候 剩餘下來的貨品 所以可以讓很多婆婆媽媽 到黃昏市場來撿便宜 所以也是很多婆婆媽媽的最愛 而這個裡面當中呢 我們剛剛說到的 鴨母療市場 跟垃圾有關的 的確是它裡頭的炭火麵 垃圾麵 那這個炭火麵 是陽春麵用炭火去煮 有一股炭香味 那它跟垃圾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裡面加了很多的魚丸 魚腳 蝦腳 所以就感覺是一堆東西 就混雜在裡面 所以也叫垃圾麵 所以它比較特別的是 你還可以自己自帶食材 到現場讓店家幫你煮 而且店家是免費幫你煮喔 所以看起來就是非常多人 都喜歡來這邊來超市 應該不是 應該說拉薩 應該不是拉薩奇亞 是本壽奇 本壽 垃圾是髒 對 有沒有 垃圾是本壽 本壽 來 第四題 來 請主題 我們會用正港 表示東西很道地 請問最長的正港貨指的是 台灣哪一個港口進口的貨 A 淡水港 B 陸港 C 安平港 好題目 好 我的答案是 C 安平港 請主題 請主題 為什麼不猜其他的 正港貨 因為台南是我們台灣的 發跡的地方嘛 然後應該是我們 應該安平的 進來的東西 是駕駕駛蛋 來 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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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683年呢 就進入了 清嶺台灣的時期 在這段時間呢 其實啊 正港呢 我們會說 淡水港是最主要的 那另外還有 安平跟陸港 但是呢 幾乎所有的 博來品的這些貨物呢 都是來自於淡水 而在淡水港這個地方呢 就有派官兵來駐守 除了要保護這些貨品的安全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課徵稅務啦 所以呢 當這些東西 它有經過官方的管道進來 我們就能夠確定 它一定是品質良好的正港貨 那哪些地方不算是正港呢 像是高雄還有基隆 雖然吞土量很大 但是當時 它們只能算是副港 來 送個東西了 送什麼 我們要恭喜陳真東 得到的是 捷翔J-POWER15吋雷鬼行動KTV 這個有手提拉桿的設計 讓你走到哪裡 都能夠輕鬆K哥 手機靠近音響 藍牙就會自動配對 還有內置核心降噪處理 超強低音重號 清澈高音 完全震撼你的聽覺 送給你 希望你喜歡 謝謝 好的 讓我在這邊正中宣布 終極懲罰 全民互動題來了 準備好了 今天現場有三隻小豬在這邊 兩隻空的一隻母的 嗯 好 等一下猜拳決定喔 我們二選一好不好 這要謝謝那個神正東 留了四題給我們 我們從四題裡面找兩題 來選擇好不好 我沒有擋他的題喔 我們拿 待會兒有兩題來選 先猜拳 宜南決定答案 剪刀石頭 不 剪刀石頭 不 你贏 張耀仁 由日本吃抹茶 還是要最愛的手搖飲 最愛手搖飲 不 你也喝嗎 我不喝 所以我好奇 你對於剛剛聽到的 人家的這個名義代表 議員他 他一天要兩杯 你感覺怎麼樣 OK啦 不行啦 沒有啊 你要照顧好身體啊 你覺得兩杯是不是多了一點 太多了 真的 有沒有糖 聽的是你 可是我喝無糖 無糖綠啊 都無糖我都無糖 無糖多多綠 是都無糖 就是無糖青啊 無糖綠啊這樣 好 那祝福你 應該還可以啦 那時候有一個還可以的 那你就 最愛手搖飲 對 答對的可以少打一下 你剛剛是第二個勝出的嘛 對不對 待會兒你可以選擇一個 你想聽他答案的人 好 好不好 可以參考嘛 對 然後你們可以不用討論 可以自己選擇 也可以選一樣的 反正答對的就可以少打一下 OK 最愛手搖飲 請出題 根據大學生論壇Dcar2019最愛飲料店的票選 第一名是哪一間手搖飲料店 A馬谷茶坊 B可不可熟成紅茶 C50藍 大學生的選項 哪一個是2019年的最愛飲料店 馬谷茶坊 馬谷茶坊 他在有嗎 他在哪裡啊 你的選擇是 不好意思可以讓我問一下 這大學生有包括國外嗎 還是就是台灣 台灣 好 B 可不可 可不可 熟成紅茶 Yep 在哪裡 現在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他沒有規定在哪裡 是 沒有規定在哪裡 對 張二仁 我也是B 因為最近看到蠻多的 而且我家對面也有一間 而且吳柏義也叫得到 吳柏義 對 對 吳柏義 對 吳柏義 比吳柏熊還厲害 對 他比較行動派 叫吳柏義 對 比較年輕喔 你的選擇是 選擇A馬谷茶坊 反谷是吧 沒有 這要跟他不一樣是吧 可不可熟成紅茶我完全沒聽過 然後吳柏蘭就是很常見嘛 那應該不會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選擇A 我有看過 但是好像又沒有那麼 像吳柏蘭這麼氾濫了 吳柏蘭賣了這麼久 能夠在2019年變成一個 沒有聽過的一個名字 吳柏蘭多少店你知道嗎 他在國外很好 我在國外比較多 台灣不多啊 沒有 台灣也很多 可是他在國外就是 大牌長樓很可怕 吳柏蘭啊 對啊 A 1A 2B 來 三位來賓在那邊 你可以選擇聽一位人的說吧 當然還是我們的議員 正東 神正東的選項 你的答案是什麼 我會選 A 原因是因為 我不知道2019最愛飲料店 但是我知道馬谷茶坊 有賣一些那種 什麼芝芝葡萄啊 芝芝的草莓啊 大家就是會把它 什麼叫芝芝 就是上面有芝士 然後下面有果汁 就是 葡萄果汁 葡萄汁 起司跟果汁 對 起司 芝芝 對 所以上面有芝士 下面有葡萄汁 我想問你怎麼會有花名呢 芝芝 所以 他蠻多人在那邊打卡 然後就是 分享這樣的訊息 好 感謝你的建議 他建議A 所以 重新選擇 你的選擇是 A 妳 B 堅持B 唉唷 太好了 我就喜歡這樣 都不一樣就會知道 誰免 誰免責 好 那既然那個 B比較多的話 我也選A 請說例 2019年大學生最愛的手搖飲料店 是哪一間 請介紹 全民互動題又來了 後面的三隻小豬又就位了 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全民新攻略這大概兩記下來 已經確定 三個人是常態 偶爾呢 會有四個人 就是因為大家答題數太少 怕不夠精彩 是 輸料 我們常常很精彩 所以是乎呢 常常會有三隻小豬在後面 現在三個人猜拳 我們要提醒 先猜拳 贏人決定題目 剪刀石頭 不 剪刀石頭 不 剪刀石頭 不 你 許淑華同學 選項有 必吃牛肉麵 中國萬里長城 跟英文不要怕 然後待會入圓期 他選完這題目以後 你 具備下一個資格就是 你想聽誰的說明 OK 這等於跟以前的求救 是一樣的道理 可是這樣蠻好玩的 我想聽誰的說法 好不好 然後你們可以 你們可以選擇同樣的答案 不見到不一樣 好 好 所以選擇的題目是 必吃牛肉麵 牛肉麵代不代表台灣 代表 代表 是不是除了台灣以外 其他地方都吃不到牛肉麵 應該吃得到 吃得到沒那麼好吃 就是不太好吃 對 不太好吃 台灣牛肉麵太好吃了 變成我們一個很重要 好像滷肉飯一樣的 想到就想到它 想到就對不對 對 必吃牛肉麵 對 對 謝謝助理 2019年台北年度 牛肉麵大評比 結果在日前出爐了 請問奪冠的是哪一家 牛肉麵名店呢 A 板橋區黃家傳承 B 大安區台灣藝品 C 內湖區的牛將軍 牛將軍還是牛靶 牛靶還是牛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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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靶 牛靶 好 你的選擇是 我選C 內湖牛將軍 2019年 是吧 對 你是印象中是它是吧 是 我就是 他是第一名還是最貴的 你呢 冠軍 我已經印象裡面好像是C吧 也是牛將軍 好像是 牛將軍 六元期 C是18年的喔 真的嗎 我不知道19他們有沒有繼續耶 那我選B好了 因為C我記得是18年的 喔 大安區台灣藝品 嗯 是不是 但我沒吃過 藝品 藝品賣的不是花雕雞嗎 不是那一家 不是那一家 花雕雞 你有資格選擇一個人的說法 來請選 他們都在搖頭 哈哈 我們三個都不知道 不知道 布萊恩 布萊恩他 太會說 布萊恩 布萊恩他也不知道 你的選項呢 因為你們三個都搖頭 是你會選哪一個 呃 我會選 我會選 A啦 A啦 反橋區 皇家船 這是個建物吧 因為 因為我覺得A的選項 相較於其他兩個有點突兀 就是 就是他突然拉了一個板橋區的進來 跟台北市的比 嗯 所以我就會覺得是A 哦 哦 要邏輯 對 選項的屬性上面 他比較特別 假設今天突然寫中和 我就也會選他這樣 就沒有 這樣看起來很像我們出題 是不是出到瓶頸 大家用邏輯在猜題 可不可以告訴你 我們的邏輯猜題 有一半數以上還猜對了 對 好 哦 比如說在下面什麼東西不能吃 兩個海鮮 一個是肉 那可能是肉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對 其他兩個都海鮮啊 哦 對不對 他們有時候會有這個邏輯 對 所以你建議是A是嗎 重新選擇 現在 最後final 許淑華 你選擇的是 你可以堅持你本來的選擇 不要啊 我就是要C 不管 就是C 好 內湖牛將軍 趙明威 A 我覺得A好像不錯 對 我們一起搬家 A 這個跟等一下豬頭有關嗎 有 答對 答對待會兒可以少打一下 A A 皇家傳承是不是 A 你喜歡那個賤案是不是 A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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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壓力好大喔 哇 因為你 布萊恩 你背負著選民的期許 我壓力好大喔 兩個人跟你走囉 兩個 好不好 我們很相信你 對 板橋區 皇家傳承 請鎖定 我也覺得剛剛六元祺 講的那個什麼 牛將軍應該是18的 18的啊 因為我們以前住內湖 都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對1817啦 反正絕對不是今年 不是去年 不是2019 請揭曉 2019 牛肉麵評比冠軍 YES 真的耶 哇 邏輯體 邏輯成功 沒關係 我很 我很能放過自己 沒關係 好逞強喔 來 普通說明一下 請 好 大家都知道 台北每年都會有這個 牛肉麵節的大賽喔 那今年呢 也是有56加來進行盲測 這當中的前三名 分別就是我們剛剛的A B C的選項 那這個我們剛剛所說到的板橋區皇家傳承呢 它是30年歷史的老店喔 不管是湯頭還是麵條或是牛肉 表現都相當的出色 我一定要去吃 有好吃的麵我是不會放過的 板橋我來了 好 待會有兩個人呢 就可以因為這樣少打一下了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全民互動題 下次再見 好 三位豬東 一三可雲 每天都給你耶 謝謝你們 看起來就很精明啊 好 最後一下自己拉 你只是運氣不好 好 放 好用力喔 天啊 很棒 那就是傻 就是要亮成傻脫啊 對不對 妳兩下 突然 等一下 大家都好俐落喔 今天 我三下是嗎 對 三下 分一點 我希望還能再上一次這個節目 Shake一下 拜託 來拉 這個角度 來 再拉遠一點 放 好 最後一下 拉遠一點 好 好 開手 今天有人宣傳一本好書 什麼肌內貼是吧 對 運動肌內貼 這個呢 希望大家很好 運動人都要看的一本好書 OK 善之自來的 OK 別忘了追蹤任務29點 在我們的中文頻道 就是畫我們的全民心動略 拜拜 在社會走跳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